诗篇第89篇 这里面说到了 是以色拉人以探的训会诗 那学者们 学者们他们谈到这个诗篇89篇的时候 其实定论它的题材 它的诗篇的类型是有很多的争议 但是有的学者是这样 有的学者是那样 但是大体上定为哀歌 哀歌是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 倾诉他们的愁苦 向神呼求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里面 西伯来诗里面有说明了一些背景 以色拉人以探的训会诗 训会诗是强调劝诫教导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也不矛盾也不冲突 为什么呢 这个诗篇里面 89篇里面包含了赞美诗 赞美上帝的信实 赞美神的大能 统治等等 还有也谈到了这个忏悔 耶和华我们受苦难道你忘记我吗 信靠施也是 呼求神的拯救 神的绑壁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们等等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 类似于神欲这样的 神欲就是神直接发言这样的 这里面说我以什么什么什么 神欲小欲他的圣名说 我以什么我以什么 只是我的信实慈爱等等 然后后面他们若 怎么怎么地 我不将我的慈爱全人收回 上帝直接用第一人称讲话 这样的内容 总之这个诗篇里面 包含了很多特色 到底这个诗篇在讲什么呢 我们看到按内容来看 大体分三大部分 这样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就是 关于亚维优华王权的赞美 这是第一节到十八节 第二部分就谈到了 上帝与他的仆人大卫立约 是从这个十九节 一直到三十七节 然后第三部分就是哀歌的部分 是三十八节到五十一节 最后一节就是宋赞神的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来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来看 首先来看这个关于第一部分 一节到十八节 内容很多 我只是提炼精髓的 不可能详细的每一节内容都讲 而且过去的诗篇里面 我们有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出现 那这个部分就谈到了 宋赞赞美亚华的这种王权 他的统治 那在这里面呢 其实如果细分也分很多的这样的结构 这种平行对峙的这样的结构 但是我们大体看 第一段落呢 这个赞美亚卫对大卫的信实 一节到四节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口要诉说 你的信实传有万代 然后因我曾说 你的慈悲 你的信实等等 然后你拣选了 与你拣选的人立了约 仆人大卫起了事 你建立他的后裔 你建立了他的宝座 这样的内容 那其实这个就是作为铺垫 然后呢 后面又谈到了 他上帝的统治 在天上的统治和地上的统治 天上的统治呢 五姐到八姐说到 耶和华的诸天 送在你的骑士 圣者的会中 天空中 神的众子当中 万君之耶和华 等等 讲到了神的儿子 众子 其实就是天使 然后天空当中的水 都是指这个灵界的 这样的存在 然后万君之耶和华 就讲到神是同管天君 天上的万君的 包括也就是天使 这样的神 天上的权柄 天上的这些存在 上帝也掌管 然后经济着八姐到十三姐 就讲到神在地上的统治 你管下海 当然这个海是类比 这个不光是指自然界那个海 然后打碎了拉哈勃 就是埃及 然后天属于你 地也属于你 天上地下都都管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在神的神所创造的 也是神所建立的 神在护理和掌管 南北你所创造的 塔勃和黑门 塔勃是在迦南地 非常著名的城 黑门就更不用说 最北部的那个著名的山 所以这一切都在称颂神 都在神大能的绑壁 和右手神的右手 神的左手的能力 都在神的护壁 上帝的统管统治当中 这是强调了上帝的王权 天上地下一切的 都在神的统治当中 前面谈到了神的这个信实和坚写 这面已经又形成个对盛 十四节到十八节 雅威的信实和百姓的赞美 公义和公平 你的宝座的根基 上帝以公义和公平 来实行统治 慈爱和诚实在你面前 强调神的这个 慈爱和诚实 慈爱是强调预约 诚实是强调的信实手约 知道像你欢呼的 那名是有福的 耶和华 你的脸光 你的脸光就是 象征着神的恩赐 神的慈爱 神施恩的对象 在你的恋光当中行走 就是在神的恩赐当中行走的意思 你的面光照我 就是求你施恩怜悯我的意思 因你的名终日欢呼 你的公义 你的力量 你的脚 你的盾牌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王 都属于以色列的圣者等等 说到神对他百姓的这种恩赐的 护辟 保护 眷顾 看顾 盾牌 甚至王也在神的面前 被神监力 就是谈到了神的信实 神的慈爱 神的统治 神的能力 然后就在这样的称颂 告白之下 就谈到了神第二大段 上帝与大卫立约的这样的内容 那这个列约的部分 也分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应许 第二部分是警告 然后分这样两个部分 我们首先看应许的部分 应许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谈到了神拣选大卫 当时我在异象当中 小玉 你的圣民 说当时你在异象当中 这个是指 神借着拿单先知 向大卫所赐下的应许 我们这个历史背景里面 萨姆尔加七章八节到十六节里面 内容记载了 当时神借着 他的仆人先知拿单 就赐应许给大卫 所以在那里面说到了什么呢 我已把救助之力 加在全城省上 高举 在民中拣选了你 然后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 用高高他 用手建立他 用把币兼顾他 然后抽敌 必不勒索他 什么什么什么 打碎抽敌 使他上帝拣选了大卫 所以高丽他 兼顾他 因此仇敌不能在他面前站立 这个就我们想到了 这个萨姆尔基上下那个 记载了扫罗家灭亡 和大卫被神兴起这个过程 特别我们之前也讲到了 这个哥利亚 大卫与哥利亚的战争 就是典型的这种新旧王 上帝已经高虑了大卫 上帝已经废弃了扫罗 扫罗虽然还在掌权 但实际上已丧失了神的同在和掌权 因此他在敌人面前就没有勇气 神不与他同在 他就没有勇气 纵然他是高大魁梧 也很能打 但是面临着执着投敌的叫嚣 四十日之久 他不敢出来 王和百姓都心消化如水 都惧怕 为什么 征战的勇气 征战的兵器 得胜不在乎人 不在乎兵器 就像大卫所告白的 乃是在乎耶和华上帝 那那个非专业的 非专业的少年人 大卫却不是靠着铠甲 盾牌和铜脊兵器 乃是靠着耶和华的名 拿着弹弓甩石器 就把这个哥利亚打倒了 击败了 上帝将他的命 就像大卫所告白的 交在他的手中 这就是一个象征 一个有神同在的 一个敬畏神的人 即便缺乏专业性 即便软弱 当然虽然大卫也是年轻 也是在旷野当中 打雄保护羊群 有一定训练 但是比专业的战士 是不够专业的 结果神利他 神他与他同在 神就使他能够得胜 在软弱的人口中 婴孩的口中 建立他的能力 结果看似专业的 有权有势的 高大魁梧 有专业的装备 兵器的扫罗 却神离弃他 他就不得监力 百姓都一样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神 监力了他 神监力了他 神拣选他 神高谋了他 神就是他 能够作王 有能力 有智慧 甚至击打他的敌人 兼顾他的地位 然后不仅高利大卫作王 而且这里面我们看到 说到这种王权 不仅透过大卫 而且是掌管普世的 只是我的信使 我的慈爱 要与他同在 因我的名 他的脚必被高举 神高举他的脚 脚就是象征着这种 权力 王权和征战的能力 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 右手伸到河上 他的统治的范围 当然你说这个历史上的 实际的大卫 上帝给他允许成就了没有 约旦河东那片领域 是被他统治到河上 当然这个河可能是大河 是指优法拉底河等等 海上就是西边的海 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是这样 你弥赛亚掌权 后来就大卫的王权 延伸到弥赛亚的权柄 他要称我为你是我的父 是我的神 是我拯救的潘石 我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这个就超越了大卫的王权 那个将来做大卫宝座的 又超越局限在 以色列王国的那个王权 就是弥赛亚的王权 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里面 所说的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 大卫的那个子孙 就是来做弥赛亚的 在大卫宝座上做王掌权 做全帝王的那位 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 直到永远 我要与他立约必定建立 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万代 他的宝座 所以应许大卫和他的后裔 王权和他的统治直到永远 包括大卫 以及他所统治的所有的后裔 到万代 而这个大卫之约 我们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 大卫之约呢 最终成就在耶稣基督身上 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 无论是路加匪里面 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 借着这些西面也好 借着天使报告的也好 玛利亚颂也好 都告白出了神与列祖所应许的那位 以色列的光 外邦人的 要做外邦人的光的那位 来 做他祖大卫的宝座 掌权之道永远的那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里面 就包含了新约 包含了新约 实际上大卫之约 包括尼西明所讲的那个约 实际上就是旧约当中的新约 已经预示了 预告了 这个基督上帝与他的儿子弥赛亚 道成肉身的弥赛亚 神的儿子要立他做 这个接续大卫做王掌权 实行这个和平的统治和拯救的 带来一个喜年和和平的国度的 长治久安的这个国度的这样的王 这是第二块就谈到了上帝与大卫 所立的约的应许 这是第一部分 神拣选了大卫与他立约 紧接着第二部分 约里面有这样的应许 保障的同时呢 就又同时提出警告 是有条件的应许 警告是什么呢 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 律法为顺从 信靠神忠于神守约 上帝虽然应许大卫的王宝座 和他的后代继续他做王 但是条件是 他们一定要遵守律法 遵守律法就是忠于上帝 与他们立的约 作为他们承受约的人 条件就是忠于上帝 忠心于上帝 专心依靠上帝 专心顺从上帝 表现就是遵守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蒙进入神的恩约 这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不是基于他们 遵守律法的功劳 但是他们要持续 在这种状态下的话 他们需要遵守律 如果他们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我的典章行的 背弃我的律裂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要用仗责罚他 说到当他们被约的时候 上帝要用仗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 只是上帝的信使 应许什么呢 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 上帝虽然责罚他们 不会恨他们 以至于像恨其他的仇敌一样 毕竟他所拣选的 神所立约的自己的百姓 但是他虽然去 按照他的公义 去责罚他们的罪恶和过犯 追讨他们 不会因为他是自己的百姓 就视而不见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眼中容不下沙子 断不以有罪的无罪 一定要责罚鞭打他们 但是上帝却不会永远怀怒 发怒是瞬间的 但是慈爱是永远的 却不收回他的慈爱 全然收回他的慈爱 也就是说 上帝会因着他们的罪 会责罚他们 责罚的时候是表现出他的愤怒 但是他不会永远 全部的收回他的慈爱 也不叫我的信使 因为他已经立约了 永远不离开 永远建立他的我 因为和大卫立的约的缘故 所以他不会废弃 信使守约 我也不背弃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处的 一次立定了 就永远不废弃 甚至我们看到大卫失败 他的儿子们 也有很多有瑕疵和失败的 但是上帝都为他的名 持守这个约 我们看到 列王纪上下历代志里面 所看到那个王的谱 由大 王国之后 南北分裂之后 由大 南国由大 之所以不被灭 北国是以色列是主 前722年就已经灭掉了 被亚述灭掉了 但是大卫王朝 始终是一个王朝 持续的延续 就是因为神纪念 他与大卫立的约 虽然他们中间 也有很多重要的过犯和瑕疵 甚至上帝让他们 被掳巴比伦70年 但是还是纪念他的约 把他重新带回来 到那个应许之地 为什么 都是因为上帝信使的缘故 不离弃我的约 不改变我口中的话 不全人收回我的慈爱 坚守不废弃我的信使 我一次指着圣洁启示 我断不向大卫说话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 他的宝座在我面前 如日之恒之久 又如月亮永远坚立 如天上恒之久 所以这个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样的应许当中 不是已经超越血统了 上帝与他大卫立约 最终这个约 透过他的那个儿子 耶稣基督来成就 做成了宝座 耶稣基督成为真正实现 旧约所有应许 特别是大卫之约 摩西律法的那一位 他是那个完美的王 大卫做宝座 那个完美的王 因此他的王权 是建立到永远的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 撑到神的儿子来的时候 你的王权是永远的 上帝喜悦你 胜过你的同伴 高你 高你超过你的同伴 你的王权是永远的 国度是永远的 只有基督的王 基督的国 他才是永远的 所以旧约的大卫那个王朝 已经超越了犹太人 以色列人 透过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国度 福音已经临到万榜 所以这个对象 就所有在基督里 借着信福音 悔改相信基督 进入到基督里的 所有的百姓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形成的这个新的恩约的群体 就是亚巴拉罕之余 在基督里得以实现 那个最终成就是知道基督在临的时候 所以现在这个应许就超越了犹太人 因此我们就不要狭隘的认为 将来有一天基督会再临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要建立一个实际的王国 只统治满了一千年 再进入到什么新天新地 那个就已经扭曲了这个圣经的理解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新旧约圣经 在讲到这个恩约的成就是如何过渡的 已经超越了犹太主义 犹太这个民族 因为上帝一开始拣选亚巴拉罕就不是 只是定睛在这个历史 不是只以犹太人为主线 渐渐的犹太人失败 以色列人失败 渐渐的这个神的计划就开始 转向弥赛亚为中心的 弥赛亚成为真以色列 弥赛亚成为真正大卫的后裔 弥赛亚基督来了 然后他建立的那个国成为真正的亚巴拉罕的后裔 无论是犹太人 以色列人当中的真信 有信心的人 还是透过信福音进入的基督里面的 这个得救的真正的神的百姓的这个外邦人 是由所有信实的 敬虔的神的百姓构成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亚巴拉罕之约的承受者 所以这样看待这个启示的进程 救赎历史的进程 神救恩的计划的成就 这样看的话 你就理解了 以色列在历史当中的位置 到了一定的时候 他就渐渐地退下舞台了 那个救赎的计划 逐渐地在基督里面 当然也包含犹太人 也包含外邦人 这个重点是在这个新的族类里面 亚巴拉罕之约那个应许的成就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神与大卫立的约 他就已经超越了这个犹太人本身 以色列民族本身 它里面已经包含了 所有真信仰的 神拣选的 所谓的应许的那个后裔 不是亚巴拉罕肉体的后裔 然后警告他们 他们如果不忠心的话 所以可见上帝立约 与亚巴拉罕立约 与大卫立约 与他的后裔立约 应许神的慈爱 约临到他们 信誓临到了他们 但是承受恩约的这个百姓 他们也要守约 终于这个约 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失败了 大卫的这个后裔 王做王的这些王们 也有很多失败 但是最终成就的那位是基督 同时这个约 大卫之约 基督的新约 不是代替旧约 废弃旧约 当然我说的这个旧约 不是靠着行律法那个约 而是所有旧约里面 已经包含了新约 甚至基督来了 已经成全了这个 或者说 他是所有旧约的 那个约的最高峰 最完美的形式 包含了在亚伯拉安之约里面 摩西之约里面 包括这个大卫之约里面 巴勒斯坦之约里面 等等 最终是透过基督来 上帝与基督 与所有的选民立约 那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也在这个约里面 我们因着信 像保罗所说的 成为亚伯拉安的真后裔 属灵的后裔 借着基督的缘故 因此这个警戒也是给我们的 虽然上帝信使 他永远不废弃我们 之前我们也谈到 基督赐给我们的圣灵 不是基于我们的顺从与否 不离弃我们 基督的宝血 神的信使 上帝透过基督保障了 赐圣灵给我们 永远不离开我们 然后做我们选民的凭据 至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子 又在我们里面 做宝会时继续护理 看顾引导光照 带领我们 兼顾我们 使我们不至于永远跌倒 兼顾我们 使我们可以忍耐到底 持守信仰到底 但是即便如此 那么我们也不能轻忽 这个约 所以新约里面 有很多的警戒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能把神的信使和恩慈 当作放纵和懈怠的借口 既然上帝永远不废弃的约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吧 那就雇用了神的话 雇用了神的信使 雇用了神的慈爱 反而我们要更加谨慎 不枉费他的恩典 越发发愤的 隐情的去 竭力的去爱他 持守他的话 因为他已经赐下这个恩典 已经给我们胜利了 旧约的百姓你说 当然旧约里没有圣灵 但是他的量做工不同 虽然律法赐下了 但是如果人没有新生命 和圣灵的帮助的话 人是没有办法活出 明白律法的精髓 和活出律法的精髓的 那我们新约里 我们已经晓得律法的精髓 我们也领受了圣灵 可以活出律法的资源恩典 但是我们去亵渎 懈怠的话 这个责任就更大了 希伯来书里面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 而这个恩典是旧约很多百姓 是没有这个程度的认识到 没有这么丰盛的去经历到的 我们却经历到了 认识到了 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岂能陶醉呢 多给的就多要 所以我们不能懈怠 我们拿着神的爱我们 神爱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爱说得太轻松了 神的你是这样爱我们 实际上是借着神的爱 在他的面前耍无赖 借着神的爱 在他的面前 懒惰 懈怠 神爱我们 爱我们就像爱浪子一样 结果浪子就肆意地去践踏 父亲的爱 去背逆他 去挥霍 去放纵 去背逆 这是多么可恶的事情 我们总侧重接受 注意到我们的父亲不变的爱 不错 但是忘了我们这种背逆 对神的爱的践踏是何能大 这种罪恶的邪恶性 是不能否定的 虽然那个比喻里面 没有把所有福音的真理 都揭示出来 但是那些轻忽上帝的爱 明知故犯 陷渡神的爱 践踏神的爱 在神的恩当中放纵情欲的人 他们的罪是更加大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 明白福音的基督徒 要小心我们的生活 不要随随便便地 拿神的爱当做麻布 聚会也吊铃铛的 什么事情的 神的事都可以随意地去对待 这种泄满 轻满神的恩典 忽略神的威严 践踏神的慈爱的行为 这是不敬钱的一种 放肆的一种作为 今天很多基督徒 不晓得敬畏神 不晓得神的恩典 他们把神的恩典 当做放肆的机会 实际上他们就是 不明白神的恩典 一个真正认识神的恩典 怎么能轻忽神的恩典呢 上帝如此威严的 上帝 上帝如此痛恨罪恶的上帝 如此公益圣洁的上帝 我们却如此 用我们 低级的 放纵的 任意的 偏心己路的 任性的 顽梗的生活 去回应神的爱呢 这分明是在 践踏神的爱 践踏神的恩赐 所以一定要注意 纵然神是信实的 不全人收回他的慈爱 他不会抛弃我们 但是 他一定会鞭打 和责罚我们的罪恶 这就是神的 在新约旧约里面 一贯向我们显明的 历史当中 教会历史当中也看到 那些 那些悖逆犯罪的人 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 所实行的管教 或者换一句话 审判 这个审判不同于 下地狱的审判 责罚他们 对他们所实行的 那些他们所吃的苦 这个是很严厉的 不可泄夺 那我们仔细观察 我们当代的 那些在教会里面 稀里糊涂过信仰生活 三番五次 践踏神的恩赐的人 你看看他们的 为人的结局 保罗也是 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 提醒 你们要留意那些人的 行事为人的结局 那些敬畏神的人的结局 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的结局 在教会里面 有一些聪明的头脑 总是跟上帝耍小聪明 占小便宜的时候 所有的便宜 都给自己留下了 所有付代价的事情 都甩到一边了 所有好处的时候 都抢在最前处 所有在神的面前付代价 让自己吃亏的事情 都不做 顶尖的这种立己主义 那种小聪明 人都骗不过 难道能骗过什么 上帝在天上看到 都一一看在心里 你以为上帝看了 都被我们的小聪明蒙蔽吗 这些事情都将来成为 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 果子都带着的 上帝是公义的 那些为他的义 付上代价 吃苦付上代价的人 上帝都今世来世 以永生抱怨他们 横心行善的 那些在神的面前 以虚假的信心 信仰来糊弄神 来自欺欺人的 他们的结局 在今世当中 一定有一天结出果子 神是公义的 上帝绝对不会 稀里糊涂 黑白颠倒的 纵然我们的可能 我们上帝的恩赐 因着基督代数 我们地狱的刑罚 永行会免除 但是上帝一定会鞭打 鞭打 责罚这样的人 即便是 他不完全照着我们的 那种亵渎和轻慢 去责罚我们 但是他一定会 让我们知道 我们这种行为 是何等的愚蠢 大卫够不够尽钱 但是因着他犯罪跌倒 虽然他的罪被免了 上帝已经赦免了 但是拿丹对他说 刀剑不离你的家 后来我们看到 大卫遭遇的 亚沙龙的背叛 和他的妾们公开的行淫 然后他的儿子 这个女儿暗嫩又被强暴 自己的儿子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的大臣又背叛他 原来这个 云雅吧 将军背叛他 甚至他的谋士 亚西多福 原来忠心地给他出主意 后来又给他儿子出主意 来背叛他 那很多的事情 亚各也一样 亚各虽然是蒙神所爱的 但是他的鬼诈和小聪明 他的人生当中 为什么受那么多苦 上帝管教他 遇到了比他更邪乎的舅舅 来对付他 七年加七年 清洁的人 神以清洁带他 鬼诈的人 上帝也同样地去带他 神不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今天基督徒 他们很多人都不认识神 他们虽然来到教会 但是他们不认识神 不认识神 不是因为 看你说他不认识神 那为什么他有需要的时候祷告 那个异教徒都会 那是人的本能 认不认识神 关键是在你 涉及到你个人利益 在信仰上付代价的时候 你的选择 就表现出你的信是真的假的 很多人为自己利益的时候 都会祷告求 你以为他很虔诚 但是真正为着信仰付代价的时候 就反映出他真的是认识神 敬畏神 爱神与否 不是在横通的时候 吃饼得饱的时候 拥挤耶稣的人 那个人多 哇这一大帮都是信耶稣的人 关键的时候 你有永生知道 我们还追随谁的时候 为着真道 愿意付上代价 追随耶稣的人 哪怕被人误解受苦 甚至遭受经济损失 哪怕我损失 我自己约会的事件 见朋友的事件 被人误解的事件 甚至我自己修仙娱乐的事件 我都把信仰 敬拜神当作第一位 也不会轻轻飘飘的 哎呀我来个朋友今天约会 所以今天牧师礼拜 我就爽约一下 牧师可以给你 我知道了 但是你对待上帝的态度如何 这个都反映了你对神的态度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非得那个爽上帝的约 随便让上帝待在那放上帝的鸽子 我们虽然不是活在律法主义里面 但这个都反映出我们对待神的态度 你对待神的认识 这个都是用佛教的话 这都是你自己在你为你自己积 积德呢 你所有的行为都有这个 业在那积的呢 当然我们不是说那什么 那种报应怎么怎么的 但是你这种对神态度 你指望上帝喜悦你吗 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活在自我陶醉当中 我们以为我们活得很高级呢 其实仔细省察一下我们的生活 我们活得很烂 活得很糟 如果这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父母 我们父母都形色这个 心里都在犯底骨 更何况对我们天上的父 他纵然有包容 纵然他有恩赐 但是他也是有人格的神 他也应该有尊荣的神 我们应该照着他应该带的尊荣去带他 纵然我们的敬畏和敬拜不完全 但是也不能松松垮垮的 可以毫无顾忌的就 轻轻松松的做这样的决定 这样在神的面前行事 甚至有些基督徒吃了苦 遭遇了那些管教他都不知道 所以这些百姓就像在旷野里面 这些百姓心里迷糊 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人生当中遭遇很多的事情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晓得神的旨意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受教 因此他就更不能去敬畏神 认识神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时刻敏锐 自己所遭遇的所有的事情 如何以上帝的旨意去理解 为什么分明头发等等的护理 都与我们的神有关系 那么上帝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 到底要教导我什么 信主这么长时间 结果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神的作为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 上帝应许不改变 的确神的恩赐拣选了我们 神与我们利益信是不错 但是里面有非常严厉的警告 往往我们基督徒 广注重神的慈爱 去忽略这个神的圣级和要求 所以这个约里面包含着这样的因素 新约里面有很多可怕的警戒 有时间我们可以查找 我们不要以为新约里面 就是稀里糊涂的爱 上帝不讲原则的爱 爱不错 他爱我们把爱子赐给我们了 但是对于这些蒙恩的人 我们看到新约里面有很多 对不对 亚纳尼亚撒费拉 当场就断气绝死了 为什么 在礼拜的事情上 玩虚假的 那你说哇这么严厉 他卖了 他可以不卖 也不必要去随达六 对不对 假装这个有恩典 然后全卖了 然后奉献的是又后悔了 奉献了20% 然后他说是100% 彼得当时被圣灵充满 当时初代教会 面临着教会圣洁 这种圣洁 信神的圣洁的礼拜 不容玷污 结果问他 这是全部的吗 是全部的 其实完全不必要撒 不是 我是20%拿出来封向 OK 这个神有越纳 多少是亮着自己的心 对不对 但他拿着20% 他说是全部的 当场就死了 为什么气哄神 你不是气哄人 乃是气哄神了 当场就死掉了 那你说现在 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如果这样的话 可能死 教会里面死的 剩不了几个人了 我们一生当中 有99条命 九尾狐 我们99条命都不够死 上帝给我们 很多的宽容 但是不要 拿着神的宽容 当作 无限期的 免费的 那个麻布来用 就可以任意地 去侵卖神 仔细读圣经 一方面我们要读 那些应许的 为什么 我们软弱 我们需要 依靠神的恩慈 依靠他 信靠他 用他的应许 来建立我们 去信靠他 就像本文结束的时候 一样 另一方面 我们要认真读 上帝在圣经里面 他的命令 他的吩咐 他的应许 他的警戒 包括上帝 如何做事 这些做事的背后 就反映了 上帝的态度 上帝的立场 神的属性 当上帝 这么做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 对他敬畏才是 对不对 不要想 那是别人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比他强多了 不见得 对不对 所以 一定要 郑重地去看待 上帝在约里面的警戒 新约里面 也有很多的警戒 犹大叔 彼得签叔 保罗也说 多次 他们都在讲 那些人 把神的恩当作 放纵情欲的机会 他们是 无语的云 不结果子的树 表面是在 教会里信 但实际上 他们是 灭亡的 若有人爱神 神是所知道 若有人不爱神 是可咒可主的 你说 保罗怎么讲这样的话 对 这就是使徒的话 一个人不爱神 就是 本身就活在咒主里面 而不爱神 不尽 对造物主 当尽的本分 违背他 被造的目的 离弃他的本分和本位 他就是 堕落 背叛 大逆不道 就是应该被咒主的状态 只不过说的直白而言 若有人不爱神 他就是可咒可主的 若有人爱神 这是神所知道的 基督徒听了这样的话 你以为 耶稣基督已经破除了一切咒主 跟我没关系 不是披带一袍称义的位置 你与称义的身份 有没有一致的生活 有没有爱神 你说我们都是软弱的 大家都这样 不要讲 那你就是拿你自己的软弱 合理化你现在的光景一样 对不对 上帝已经将基督 并他定词加活化在我们心里 无知的加勒太人 谁诱惑你们 离弃 这个没有借口的 新约里面 我们福音已经讲这么清楚了 但是还执意的 刚硬的 悲逆顽梗梗的话 上帝一直在寒忍着我们 包容着我们 但是包容着 不等于认可我们现在的生活 睁眼看看 我们不要看别人 你看看自己 我们对待上帝 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对待 礼拜完了 就都散没影了 你们心里到底装着什么 上帝在你们心里 到底有几毛钱的位置 查一饭后消遣的消费品吗 看着都心痛 我们活在那种黑暗里面 那种可怕的 惹神愤怒的光景当中 我们都不自知 我也不知道 你们的教会的传道人 怎么教育你们的 那个道怎么讲的 信到底怎么 信的 你们以前的教会 牧师怎么给你们解释 都不知道 真的很恐怖 大家现在活的状态 你到底为什么活着 你不信就不信 OK 我们都在黑暗里 我不知道 不认识神 无所谓 父啊 他们想做的 他们不晓得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蒙了福音的光照 然后有这样 福音的宣讲 我也不知道 你们现在在不在听 竟然以这样的态度 对待上帝 这个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所以前面 我们现在讲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哀歌 前面讲到神的主权 神的信誓 应许大卫等等 神统治权 就是这样统治的权柄的 这种背景下 然后插入了上帝 对大卫的应许和约 和警戒 然后第三部分就讲哀歌 哀歌是什么呢 你忘记了我们吗 你恼怒我们的受高者 丢弃我们 丢弃他们 你与仆人的立约 怎么违背啊 等等 说明现在他们正处在 神的审判和愤怒当中 这个审判愤怒 包含了仇敌 欺压我们 掳掠我们 把我们交在仇敌 高举我们的仇敌 那个前面讲到 神的恩慈 神的信使 神的统治 正好作为神立约 和审判的背景 那个神 他信使 他拣选了大卫 他恩慈 他容忍他们 不废弃他们的约 但是又避语 责罚他们 照着他们过犯责罚他们 正是因为这个背景 讲到了 重固了那个约和警戒 而现在他们的光景 正是因为他们不忠心 违背了上帝 与大卫立的约 恩慈立的约 正是因为这个信使 上帝在责罚审判他们 照着那个约来 因为他们被约了 所以审判他们 审判的责罚的目的是 让他们悔改 所以现在他在诉苦 前半部分诉苦 你恼恨我们的受告者丢弃他 厌恶了我们 于不利于他的冠冕 见他在地毁了 那么栅栏 栅栏就是保护嘛 然后你使他的保障变荒场 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无力了 所有人为的准备都无力了 被抽搭 掳掠嘛 过路的人抢夺他 临帮的羞辱他 什么等等的 然后他的光辉也窒息 他的宝座也推倒在地上 减少他青年人的日子 又使他修主 这是描述了他们现在的痛苦 为什么遭遇这样的痛苦 前面其实已经解释了 因为上帝立约了 他们被约 他们不忠心 所以遭遇这些 然后紧接着下半部分 求问和祷告 耶和华啊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将我们隐藏在 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 不像我们施恩吗 前面说 行在我的脸面的光中 在神的恩慈中生活 现在像他们隐藏了 为什么 都是痛苦嘛 你的愤怒如火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 开始求了 想念我的时候 何等短少 创造的世人时呢 就是谈到自己生命的 卑微和短少 谁能长活免死呢 强调自己的卑微 主啊 四十九九开始祷告 你从前凭你的信实 向大卫启示 要施恩慈爱 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 仆人所受的羞辱 意思就是说 开始悔改了 前面言外之意 我们背了约 我们没有忠心 所以你这样 责罚我们 行罚我们 主啊 求你纪念你的信实和约 悔改 求你来 除去我们的羞辱 耶和华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折的教宗等等 原来是荣耀的百姓 荣耀的王 荣耀的国民 但是如今却遭受那些 不敬畏神的 未受割离的 外邦人的 掳掠和羞辱 这是对他们最严厉的 这种管教 责罚 因为他们不守约的缘故 虽然这些 这个诗篇的结局 没有明确地说到结果 但是52节 以颂赞为结束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玛阿玛 为什么 前面说到了神的信实和公义 神的慈爱和诚实 信实 然后他的公义和公平 然后又讲到他利益 又讲到他警戒 然后又讲到他责罚他的百姓 又讲到他们的悔改 虽然结果没怎么样 现在光景还没改变 但是诗人这样祷告的时候 他最后 神呢 你是应当称颂的 为什么 你造了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你向我们施了慈爱 你责罚了我们 都是因为你的诚实 你的政治 你的公义 你的信实 你的慈爱 如果不是慈爱的话 我们早就灭亡了 如果不是你的公义和信实的话 我们也不会遭遇这苦 因为我们遭遇这样的责罚 是应当的 因为我们被了约 这就是悔改者应该有的态度 就像我们学要义的时候 他们不只是专注于求神 除去责罚本身 他们乃是求主 使自己回转归向上帝 提升自己的思想 与神的思想一致 不只是解决罪恶的刑罚的果子 罪的刑罚 罪的果子 就是责罚审判嘛 还要悔改罪 所以他觉得上帝这样审判 责罚我们是应该的 我配受这样的 因为他深深地意识到了自罪 悔改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他在受这样的责罚的时候 他就称颂神 称颂神 歌颂神的圣洁 公义 主权 信实 恩赐 甚至 责罚 直到永远 阿们阿们 上帝对恶人实行审判 对他的百姓实行责罚的时候 其实也在彰显自己的荣耀 不只是实行拯救 赐福的时候 荣耀 彰显他的恩赐 其实他的责罚里面 也有恩赐 公义 为了纠正他的百姓 除去他们里面的杂子和 刚硬和悖逆 今天 作为你我 我们 敞开教会中文部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盼望大家 不要硬着心 硬着景象 背逆神 好好地为自己悔改 你的人生 你的梦想固然重要 但是一个离弃神的人生 是被咒诅的人生 一个不敬畏神的野心和梦想 你的人不蒙神许悦 你所有的筹算都不蒙神许悦 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说 你可以努力筹算 年轻人要有梦想 千万别那个消极隐情 但是隐情一定要在神的里面隐情 带着对神的敬畏和爱的同时 里面去隐情 让你的人生是在神的祝福里面 在蒙神喜悦的里面去奋斗 不然的话 就跟无神论者 跟神没有关系的那些人奋斗一样 纵然在人看来 你可能成功了 你可能成绩好了 考得好的大学毕业了 找到好的单位 救了好的业 创业都成功了 成家立业了 经济也富足了 别人尊敬了 但是结局怎么样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他的生命就是草 他的荣耀成就都是花 草壁枯干花壁凋谢 这个智慧我们一定要铭记在心里 不要让我们成为草的人生 不要让我们的荣耀成就成为花一样的荣耀 真正成为一个敬畏神 在基督里面过智慧的人生 所以你就知道你的人生的经历 那个配重优先次序要 什么可以忽略 什么不可以忽略 什么可以让步 什么不可以让步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 他的人生是悲惨的 他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敬畏神 当然我们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退休的 晚年的时候 趁着我们还有气息 我们就应该敬畏神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我们不为别的 就为两点 第一个为你自己的信仰祷告 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 敬畏他的心 认识他的心 真正给我们力量爱他 我们如果不敬畏他 不爱他 所有的命令都不可能遵守 除非我们敬畏他 爱他 我们才愿意 也有力量去遵守他的命令 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 让我们真正认识他 爱他 敬畏他 第二 为我们的国家和中国教会祷告 我们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 后期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